大家都能夠用為 樂觀學習的人比較健康 但是這些人也有要當新的病喔 是什麼呢 看看... 蜂窩性組織炎癌 這跟樂觀有什麼關係 這感染症啊 這幾年來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健保制度之後 台灣沒有什麼外科的診所 或外科的醫院 那所以一般人有受傷之後 他都覺得說 好像這問題都不嚴重 對 甚至大家都想說 反正這個問題不大嘛 那個OK膀貼一貼 那個美容膠貼一貼 想說應該兩三天就會好 就等到來看醫生之後 他正來看什麼 想說看個感冒 萬一師我不舒服 感冒看一看 感冒看完了 你可以順便幫我看腳一下好嗎 就當你看到腳咧 因為它已經變成蜂窩性組織炎 那你怎麼一回事咧 他說他一個禮拜之前 去坐捷運 不小心滑手機 不小心走路之後 撞了一下 那有傷口之後回去咧 自己簡單的消毒 貼貼OK膀 貼貼人工皮 然後這樣一個禮拜之後 就腫了來看醫生 可是踢到一下 誰會想到那麼嚴重 那有傷口啊 對 那再過來 最近夏天昆蟲很多 那都不知道看什麼科 等到腫很嚴重的時候 就知道來看誰 來看嘉義科 那看到嘉義一看 也很麻煩 那個腫的都很大 蜂窩性組織炎 要用抗生素還有青創 都要搞兩個禮拜 所以我常說 很多事情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去看什麼科 請找嘉義科 這個算是 不只是個性樂觀而已 對 有一點逃避性格 對 那個性樂觀的人 得失智症 這害我有點擔心 對啊 滿樂觀的 所以他什麼都忘記了 然後就更開心 可以 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 有些人個性從以前 他就覺得 就是我的長輩 個性就是爽爽 很樂觀 對啊 從以前認識他的時候 常常東西丟了 忘了 放棄哪裡 忘了 還好 他就笑笑 沒關係 再買一個就好了 沒關係 久而久之家屬就覺得 就這樣子嘛 還好嘛 然後過了一陣子 就覺得不對啊 除了這個以外 火也忘記關了 這個也不知道 對嗎 再來跟我說 剛剛問你說 跟你講過的東西 忘了 再問你一次 隔了半個小時 再問你一次 他還是忘了 因為他的個性 大家認為 就去刷刷 很多個關 他就沒怎麼樣 少根筋 對 就少根筋 反而延誤了 那個診斷的時間 相反的 有些緊張焦慮的 常常都會來到門診 會說 大部分病人告訴你的時候 醫生我失智的時候 我們就問完病死的時候 就是緊張焦慮造成的 那種有些 真的緊張焦慮的到最後 當然他變成失智症的機率 是比那些樂觀人來得更高 可是樂觀人一樣 如果你真的是沒有把 長輩生活的一些點點滴滴 把它關注起來 把它串起來 其實在台灣我大部分遇到的 就是女孩子比較緊張一點 男生都比較神經大條 所以大部分的媽媽 都是很焦慮緊張要什麼的 可是如果碰到一個很 比較神經大條 比較樂觀的媽媽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我那天門診 來了一個掛號 是八十幾歲的阿嬤 那阿嬤進來之後 四個家屬跟著進來 那我就跟護理師講 最好兩個 你那麼多 我們診間那麼小 那我就講到兩個家屬 可是護理師就問我說 他們五個都有掛號 五個 那是一家人嘛 那症狀都一樣 就是從 從中母過後就開始 噁心 嘔吐 上吐 下瀉 然後發燒 然後忽冷忽冷 兒子先開始抱怨 他就說都是我老婆 然後他早上起來吃早餐 那早餐裡面有一個 有一杯鮮奶 他是最後起床的 他們的那個阿嬤已經喝過了 那一對兒女也去上學了 然後他一拿起來聞 就覺得怪怪的 然後喝起來酸酸的 那不知道是優酪乳 還是鮮乳 他就是鮮乳 然後他把那個家庭號 那個拿來看 他老婆跟他說 網路上有說 其實你保存好 到三十天都沒問題 我後來幫他抽血 那全家 白血球大概一萬二到一萬八 然後細菌性的腸胃炎 然後阿嬤 阿嬤比較嚴重 阿嬤有點脫水 血壓比較低 所以我叫阿嬤叫他去急診 那四個就開藥 讓他回去吃 然後這樣子 他兒 就是那個先生又在抱怨 他說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上次是說西瓜 他們切了一個大西瓜 放個冰箱 放三天 他說最好是三天 他覺得說放冰箱也不會壞 吃了一樣是全家一起掛急診 牛奶到底保存期限 可以放多久 那一般你去看大概是 他們會寫到十到十二天 那一般你多個三天 如果你沒有打開過的話 其實是OK的 那你說十五天一個月 那個真的是太超過了 就胃腸科來講 樂觀的人 好像比較不容易得到 胃腸方面的一些毛病 像什麼腸躁症 胃潰瘍這類的 但是比較容易得到一些 我以前就遇到過 有一個四十歲左右的 男性的病患 他本身是一個公司的主管 他就是來我們醫院做健康檢查 結果就發現有大概這個 中度的脂肪肝 還有膽結石 主要就是因為怎麼樣 身性太樂觀了 做人很海派 食物的朋友太多了 什麼了解 一個禮拜大概有四天 在外面吃飯 而且都吃得很油膩 然後又很喜歡吃油炸的東西 多餘的脂肪 就激在肝臟 就變脂肪肝 那膽汁裡面的膽固醇濃度很高 一高起來就容易激在膽囊 裡面就形成什麼 膽結石 所以我就跟他講 要少油多動加恆心 他說好... 我一定 少油多動加恆心 不到兩個月 他半夜突然間肚子痛 來到我們急診 然後就是急性膽囊炎 結果我們就抓去開刀了 把他膽切掉 那現在已經沒膽了 一吃到油膩的東西 就一直拉肚子 所以我說 不聽許先言 失窺在言 歐蜜得婚 沒有啦 我看你也是 自性滿樂觀的 我有膽結石啊 其實與其說樂觀 我覺得比較像是隨性 就是對自己的狀況 比較沒有那麼了解 或者不那麼在意 像我碰到一個案例 是一個六十歲的男性 那他第一次碰面 就是因為心肌梗塞 來急診 就查了很多原因 發現說他其實腎臟功能也不好 那血糖也不好 膽固醇也不好 所以他幾乎所有 你能想到的一些心血管的因子 他都有 所以後來這個患者 在我們門診就給他 用了很多藥物去做控制 那當然血脂這個方面 其實目前藥物效果都很好 所以降得很標準 但是血糖一直都降得不太好 腎功能也越來越差 結果搞到後來這個病人 大概三個多月之後 腎臟功能面臨要洗腎的狀況 那我有問他 他其實自己飲食說真的 他是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這一類的人 他比較不會特別注重自己飲食 他覺得 對 他很難說照我們講說一些 高血糖的東西要減少等等的 他很難去做到 所以其實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 因為我們定期高血糖的患者 血糖病的患者 我們會驗那個糖化血色素 有一次驗到 那個糖化血色素的數值 我嚇一跳 我自己沒看過那麼高的 接近17 就是說 一般糖化血色素 你們都那麼誇了一下 對 我想講正常是 對 正常是6以下 對 我也5.7以下 那一般來講我們希望能控制在7以下 那如果盡量超過8以上 其實都偏高了 那你看他除以2都還超標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其實原本 我們剛剛前面講 他心肌梗塞 放了支架之後 半年之後 他另外一條血管又塞住了 所以非常快的時間 非常快的時間 血管就惡化得非常快 所以我跟他講 你如果不想要再繼續放支架 這樣放下去的話 你就要好好控制你的血糖 那後來回診的時候 他也有慢慢進步了 他這次糖化血素已經降到13了 當然13還是相當高 不過以他從接近17降到13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初步的成果 所以我們還是跟他講 要繼續維持 那我之前就是碰到一個年輕女性 她是健檢然後轉介過來的 那健檢就是發現 她有貧血的問題 她的血紅素大概6.9 所以她進來整經的時候 臉色其實是蒼白的 嘴巴有點蒼白這樣子 那就問她 當然是問她說 怎麼不舒服來看門診 她就說 我在健檢的時候發現貧血 可是奇怪 我每一年都發現貧血 這次那個嘉醫科說一定要 一定要回來去婦產科看 那掃超音波就說 看到一個子宮肌瘤 大概12 3公分 這麼大嗎 很大 我就說 你有一個子宮肌瘤 他說我知道我有子宮肌瘤 在五六年前那個時候 有跟我講大概三四公分 我說現在已經不是三四公分了 現在是12 3公分這樣子 他說 那這樣子很大嗎 什麼 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說這個應該是已經壓迫 有壓迫到膀胱 那另外的話 造成你血崩的問題 所以才會貧血得這麼厲害 他說 我還以為每一個女生都會貧血 然後每個女生都有子宮肌瘤 這樣子很樂觀的一個個性 那後來的話 就是跟她講說 這個還是必須要處理 幫她把那個肌瘤 處理掉之後 基本上她的一個症狀就緩解了 因為通通都講說 子宮肌瘤好像就 好像真的很多女生都會有 對 就沒有像12 3公分 對 她覺得沒有多大 因為懷孕的時候 子宮更大 剛才我們聊的是個性天兵 樂觀的人容易得到一些 一般人養不出來的疾病 還有其他的性格 也會決定疾病 我們要不要來看一下 好 第一來看看 因為通常樂觀 你都覺得這些人 應該不大會生病對不對 來看看 其實個性決定疾病 有哪些個性容易招病 那麼的嚴重 這一群人很有意思 據說他們最早最早 你一看這個叫做個性 比如說完美 急躁 什麼這群人 以前都說他們是 A型人格對不對 但是A型人格 最早的分類是怎麼來 據說有一個很有趣的典故 就是那是一個心臟科的醫生 有一次就是他們醫院裡面 負責修椅子的那個人 在邊修椅子的時候 就邊洗洗臉 就說奇怪了 他不是允豬米嗎 然後允豬米是美國人 好 他聽說很奇怪 為什麼人家什麼胸腔哥 腸胃科 他們椅子那個壞的頻率 都沒有你們心臟科高 還有發現 他們心臟科的後疹的人 然後真的特別的那種 焦慮沒有耐心 然後就游來游去椅子幹嘛 他們就開始決心來做 有沒有可能 是不是有哪些性格的人 特別容易罹患心血管 相關的疾病 所以他們總共蒐集了 三千多個人之後 就發現了說 真的這所謂追求完美 特別的急躁這一群人 似乎特別容易罹患心血管疾病 他們的風險是一般 沒有這種情況的 我們在這個電視台新聞部的時候 的確我也是屬於那種壓力 給自己壓力很大 然後加上時間緊迫 個性急躁 要求完美 但是我遇過一個 比我還要魔王級的人 首先我先來講 這位男性的新聞部的主管 他就最大 所以新聞部是由他來發號施令 我們新聞部是八點半上班 但是有一次我早班 我四點多就到公司 結果七點我就看到他走進來 我才知道原來他都這麼早來 然後來的時候他拎了兩杯咖啡 一個超商的麵包 跟一顆茶葉蛋 你知道他怎麼吃麵包跟茶葉蛋的嗎 怎麼吃 他把麵包拿起來咬一口 吞一口咖啡 咬一口吞一口咖啡 尤其吃茶葉蛋那更是魔王 他把茶葉蛋撥完畢之後 他咬一半吞咖啡 再咬完另外一半再吞咖啡 他是多啃 然後就這樣吞下去了 沒錯 一個很趕的人 他連吃東西都這麼趕 對 然後他是一個不吃中餐的人 他永遠跳過中餐 然後晚上九點多下班 他才吃他的第二餐 出事了 有一會兒中午的時候 他就是拿著遙控器 然後看著新聞部的所有 有駕在那的電視機 比方說好幾台嘛對不對 所以也在先看別家的對不對 他就開始這樣 一直看... 蹦一下他突然看到 南部發生一個槍站 某家獨家 我們這家電視台沒聽 他大發雷霆 他就開始大罵就說 為什麼我們不知道 這個南部有這個槍站的現場呢 我們為什麼沒有派去呢 那當然啦 社會線的主管就要出來解釋 解釋他不聽 他不接受 然後他就說 你現在立刻把我們的SNG車 趕快拉到那裡去 結果那SNG車子的主管 就看他們兩個在吵 就說好啦... 兩位主管不要吵啦 我有心臟病 我心想你還真會裝 真的 還真會當核實 我有心臟病 你們這樣吵 會嚇到我 結果那兩個主管 已經殺紅了眼了 一直吵... 最後要打了 好嚴重喔 那個大主管 就把遙控器拿過來說 好 沒關係 沒問題 定告機 遙控器一翻... 結果這個時候 他正把遙控器一摔 他說要定告機的時候 他突然整個人就摔下去 摔下去就在地上打滾 然後就這樣 一直這樣 好痛... 我們在旁邊一看就 我啦 我不懂 我就大喊一聲 我說 結果大家一聽 跑要走過去 伸手指給他咬一咬 這是說如示範 要先講 伸手指給他咬一咬 因為他是主管 這樣以後日子會比較好過 還看到一位女記者 從口袋撈出一坨 衛生紙說 這個給他咬... 就大家七嘴八舌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是副主任 他是大主管 我當然在旁邊很著急 然後結果這時候 我就對著SNG那邊 就講說 快啊 你們過來也一起幫忙 結果SNG你們都不為所動 難道就會大主管人員這麼差嗎 不是 你說剛剛說 有心臟病的那一個嗎 他真的有心臟病 他看到這件事情 鬧成這樣 他覺得他牽涉其中 他嚇到之後 他也倒了 整個人腿軟暈下去 一口氣上不來 這時候我就跟記者講 我說趕快啊 叫救護車 這位大主管呢 我們當時以為是癲癇 或者是可能陳醫師 比較擅長的心血管疾病 不是 胃潰瘍 胃潰瘍到島地 我剛剛是不是有跟大家講 他的飲食習慣 咖啡 他那樣胃潰瘍才有鬼 而且還好經由這次的吵架衝突 他送醫急救 因為他送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說 他已經快要胃穿孔了 那時候就不是這麼簡單 那也太ㄍㄧㄥ了吧 那位大主管 當本來吵架 要定口ㄍㄧㄥ的時候 是威風八面 就說他的臉色好白 但另外一個反而慘 SNG的那位主管 因為他一百多公斤 然後他當時一口氣上不來 就到醫院的時候呢 應該就是類似 因為他已經有血栓了 不過醫生一直摸我的頭 嘉獎我 他說還好啊 你送得好快喔 心想 因為你就在隔壁 送得好快 所以才救 救毀了他這樣子 經過了那一次之後呢 呼應了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電視台 還有發了一個公告 就是說以後大家講話要 輕聲細語 然後呢 要愛的教育 愛的調度 愛與包容 對 不然下一次 那我分享一個案例也是 除了新年從業人員之外 另外一個很容易有這種 A型人格的 就是成功的企業家 越成功 通常這種性格越明顯 我有一個病人 她是大概六十歲上下的 一個女性 她跟她先生有合開一個公司 那還算算是成功的企業 因為她除了台灣有點 她東南亞有些地方也有點 那她就是很典型的A型人格 怎麼說 她就是剛有提到的 吃東西非常快 然後完美主義 就是任何東西她一板一眼 就是說你國外的公司 做得怎麼樣 她要過去看 她的行程就一直在喬 一直在坐飛機等等的 那非常多的壓力在她身上 所以她開始 她太太開始覺得 狀況不好的時候 就是說她有一陣子 開始覺得胸口會不舒服 而且那種不舒服 是感覺心臟跳一跳 突然停一下 跳一跳突然停一下 那一開始只是偶發性 到後來幾乎一整天 都會發生這種情形 甚至嚴重的時候 那個停一拍的感覺 非常強烈 結果我們做了檢查之後 的確它是我們懷疑的一種 叫做 因為我們比較初階的 我們講 心事早期收縮 或是偶發性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給她 用一些輕微的藥物控制 結果效果都不髒 一些初階的藥物 中階藥物都沒辦法抑制 她那個心率不整的情形 一直用到最後線的 就是我們講一個 可能會產生假狀線 一些其他問題的一個 我們講障德的一個特殊的藥物 才勉強把它壓下來 那壓下來之後 我就跟她講說 其實我覺得你的狀況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說 你的作息跟你的性格 性格是最重要的 那大家會想說 為什麼這種A型人格 好像比較容易心血管疾病 其實也是有道理的 因為其實當我們A型人格的時候 其實這代表說 你自己的身體 我們有一個叫 它異常的亢奮 那這種膠感神經 亢奮過度的時候 其實就會產生一些 我們講心率不整 或者是一些心血管的 我們當心跳加速的時候 有可能會產生 所以其實當這個 我們講膠感神經 太過亢奮的時候 其實心血管比例會跟著上升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 把它降下來 讓自己不要那麼緊繃 讓自己不要那麼緊張 才能減緩這些像心率不整 或高血壓這些問題 這種A型人格的人 容易得到高血壓的一個問題 那但是她如果同時 又是一個女性要懷孕的話 那對我們來講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困難 那我之前就是碰到一個 她是本身已經是高齡產婦了 那就是那種 那來的話就是反正個性非常的急 她這次懷孕也是 就是用人工生殖 試管嬰兒的方式懷孕的 來的時候就是一陣風 咻 衝進來就說 醫生我要做什麼檢查 這樣講完 好急喔 好 然後就說 那你就幫我排 這樣子的檢查 好 然後就幫她開開開 然後跟她解釋說 懷孕要注意什麼 她說 不好意思 我沒有時間 我要去趕工作的事情 咻 又飛走了這樣子 來去一陣煙 其實每一次都有看到 她血壓比較高一點 我就問她說 你的血壓是不是 她說對 我以前就有高血壓 很快的就回答 她沒人等你問完 對 沒有等我問完 我說那你有控制嗎 她說以前有 可是現在懷孕了 我不想要吃藥 我就說不行 你那高血壓的話 最好要吃藥控制 因為我們知道 血壓高的話 在懷孕過程中 其實會增加子癲前症 認證讀血症的風險 那另外的話 也會增加媽媽中風的風險 跟她解釋 她說好 我知道 我知道 然後每一次看那個寶寶的大小 增加的速度 好像沒有這麼快 我都跟她講說 寶寶大小好像不是這麼理想 看起來有慢慢變小的一個狀況 血流阻力好像有上升一點 這樣子子癲前症的風險會增加 那後來就開藥給她 但是開藥給她 其實後來 事後她就說 她其實沒有規則地吃 因為她還是怕藥物會影響寶寶 所以她在家裡的話 她就狂吃 她自己狂吃 想說我吃多一點 這樣子補到寶寶 吃多一點補到寶寶 所以她懷孕的話 增加快22公斤 22公斤 但是寶寶的部分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到了大概33 34週的時候 她的體重已經大概兩三週 都沒有增加了 寶寶的體重 小朋友的 對 後來就是跟她討論說 因為在體內的話 基本上她都不長大 這樣子放在裡面的風險 非常的大 所以後來是在34週多的時候 把他剖腹 把寶寶生出來 後來寶寶還住了 保溫上一陣子 不過後來還好拇指均安 對 寶寶也是個性急 急得出來 對 真的 這裡是儀牌就對了 這裡面一直咻 咻 咻要出來還要衝 所以大學就畢業了 真的 蔡英也太急了吧 剛剛其實都提到說 就是大老闆 高階主管 會有這種問題 結果我碰到一個 就是一個朋友 其實為什麼會認識他 就是跟他的老闆認識 然後有吃過飯這樣子 其實他就是跟著他的老闆 從基層員工開始打拼打拼 到一個 不上不下的中階主管 他很認真 他很認真 公司治療福利也不錯 每年都有體檢等等那一些 他說他體檢每次都高一點點 紅一點點 所謂高一點點 譬如說我們血壓是1384 他說就是了不起138 或者140出頭 90這樣子 邊緣 膽固醇每次都高了十幾 血糖就高了一點點這樣子 6.7 反正醫生就跟他講說 你要運動 你要運動 他說運動 好 可是一樣邊瘋 因為工作案例太大 然後有一次 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公司在趕 趕貨 趕出貨的時候 然後老闆就說 快快快 快點 難得有個大訂單 什麼時候要出貨 他就開始緊張 然後下面人就做得比較慢 他自裁有些問題 他就開始緊張 然後有一次 在跟下屬在訓話的時候 罵到很厲害的時候 也許沒有那麼嚴重 只有他一個人罵 然後媽媽媽到一半就頭暈 罵不下去 然後半邊麻麻的 就坐下來了 真的罵不下去了 他以為說 可能真的前一天 前幾天在熬夜 真的沒有 太累了 對 然後休息一下 兩個小時起來說 還是不對 因為越麻越來不舒服 然後送來急診 然後那時候他老闆 就叫我過去看一下說 而且他因為他的時間 已經延遲到有點晚 也沒辦法打那個血栓 而且還好是小中風 不是說大中風那一種 那時候其實來急診的時候 對 兩百多 對 真的是高很多了 所以是什麼 就是個性 他真的有壓力 因為老闆會逼你 你要坐 因為你夾在中間 你罵下面的人 下面的搞不定 就想 不要走啊 不要走啊 怎麼樣嘛對不對 不過你咬力肯定來做 公司很好 給你體檢 可是你看到那個紅字 因為你覺得自己還年輕 其實五十歲還好啦 可是你自己沒有去調整的話 到最後 最後 一定會有事情發生 其實我們在臨床上面 遇到很多病人 進來問醫生 其實我加一科醫生的特色 就是很多病人 大概都輪不到我說話 他開始講一大堆的話 然後你中間跟他插嘴之後 他還跟你說 然後你會說 請問一下這位老師 你退休多久了咧 然後他一樣說 請你好好聽我的話好嗎 然後等他講到他就說 你怎麼知道我是老師退休咧 就他的人格 你就知道說 他其實在 跟醫生講話 就跟學生講話去一樣的 他講話的調理性 所以告訴你 他都有這個樣子 你知道A型人格呢 如果要跟你看他的病症 比如說哪裡長疹子啊 你看那個 他跟你照片的過程 就知道這個人個性怎麼樣 為什麼 A型人格的人就說 在這裡 他一點 他那個 在這裡你看 就是哪一天... 哪一天 那如果是那種耍的 醫生 我有那個疹子 我就跟你看一下 等會早在十分鐘 你去哪裡啊 眼睛 對 我還是知道說起來 如果說去診間 會拿出一個單子說 我覺得哪裡哪裡 就是A型人格 對... 但是這個 這個有範圍夾當中 我要分幾個概念 後來寫的都是很簡單二藥 我們在那個節目 教過大家說 你把你的病症寫個兩張A4子 那如果你只有真的寫 有寫兩張 問三個問題 絕對不是A型人格 可是如果說 你寫了十張的A4子 問了二十個問題 那鐵定叫做 超完美能格 他一次起來看病 要把他的二十個問題都解決 那你要跟他講說 他去紓壓 減壓 他就跟你講 所以這樣的病人 其實跟你這樣溝通 隔十分鐘 十五分鐘之後 很確定他下次 就不會再來看 所以他的問題有沒有解決 他問題沒有解決 所以他說很多A型人格的人 其實他知不知道他本身 有這方面的狀況 其實他不是不知道 可是我們常說 其實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當你沒有倒下之前 我們常講這話 你不會去做改變 對 所以我們常說很多醫生都很胖 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是說 你真的要遇到那個當下 才會去做改變 這種要求完美 近乎苛求的人 知道我們胃腸科 最容易得到一個病 就是 拉肚子了 我以前就遇到一個 二十歲的女大學生 他來看我的門診 他來就說 醫生請你開給我最強的 止痛藥和止瀉藥 我說為什麼 要開這個最強的 止痛藥和止瀉藥 他說他是從小就是 練舞蹈的 是舞蹈系的那個直優生 他的舞蹈跳得非常的好 但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常常 遇到比賽的當天 或是表演的當天 然後 這個好可惜喔 然後就會拉肚子 然後這很困擾他 有時候還會影響到他的表現 然後大學以後 那個老師其實剛開始還滿賞識他的 就很多重要的表演 都找他去當主角 那有一次 就很糗 他那個去當主角 一個很大的一個公演的一個場合 然後他去要表演的當天就 早上一起來 就肚子一直腳痛 腳痛非常 而且一直狂拉肚子 嚴重到說 差一點不能夠去 上台去表演 後來勉勉強強上去 但是就是表現有點落差 就失常了 那後老師也叫我怕到 結果就不太敢給他 擔任重要的角色了 所以那後來他有一陣子就是說 也是很傷心 然後後來他們又要出國公演了 所以他就很緊張 怕說又重蹈覆測 所以就又跑來找我說 是不是可以 開一點那個止痛藥 或止蟹藥 再表演當天早上可以吃 這個小孩子說成也滿可憐的 因為有的時候 他們就是自我要求太高 對 很擔心失敗 所以他就是 每次要遇到很重大的場合 他就會很緊張 這個時候就會造成什麼 對 然後就會怎麼樣 還有這個 整個肚子會痛得很厲害 有時候會 又會 一直肚子蠕動太快 會拉肚子 因為這個蠕動太快了 大便的水吸收不完整 所以常常就拉水便什麼的 所以這種人真的是很可憐 這個很傷心 也準備了半天 對不對 所以這種人最主要就是說 其實不要把得失心 看得太重 什麼事情就是盡力去表現 對 然後注重這個過程 不要說 要把得失把它放開 才能夠表現 最好的一個自我 了解 這成年人當然是很困難 就是改變 所以我只能說 如果以兒童的角度 你要預防你的孩子 未來變成 就是很容易 以緊張焦慮 身體就出現狀況 我覺得小時候 多讓他跟你撒嬌是好事 為什麼 你小孩 然後你回去他說 不要吵 類似這樣就完蛋了 就是其實 他跟你在一起撒嬌的 那個時間是他 牽他下來 都沒有依偎在媽媽身邊安全 如果他有這個機會 在你身邊 能夠把他情緒都放下 那其實他 在這個大腦的發展過程當中 未來遇到緊張焦慮的時候 他可能反應就不能去 對 是喔 多撒嬌 好 對 多撒嬌 他好來 你很老了啦 超... 超美女孩 馬上交感神經又失控 來 看看到底還有哪些 性格決定的疾病 個性壓抑 負面情緒多 已經是糖尿病 離癌的高危險群 真的比較暗黑一點點 對不對 想到這個案例 我就想到我 其實我年輕的時候 我認識一個很漂亮的女性友人 女性友人 女性友人好多人追我追不到 真的很特別 然後可是她是 我覺得她是很幸運的一個人 又漂亮 然後學校考得又好 頭腦又聰明 可是她很不知足 她是一個我認為最 憂鬱焦慮 然後又悲觀 又憤世嫉俗的 是喔 可是她有幾個觀念 我覺得我每次說 你這麼漂亮其實應該多生幾個 她就說 這個世界充滿了 空氣污染 然後充滿了政客 小人 貧窮犯罪 你把小孩帶到這個世界上 是害了這個小孩 所以她說她不生小孩 對於工作 她說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什麼軍公教 只是為了那個五斗米 然後就要這樣做 那一輩子不喜歡的工作 真是一個很糟糕很悲哀的一些事情 她的 我覺得她的人生觀 都是非常非常負面 當然這麼負面的人 我不喜歡跟她交朋友 就不久就 吃不到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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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想想她除了漂亮 還有什麼呢 對 對 她會受影響 會受影響 可是不久之後 試過今天已經過了 二十年過去了 二十年過去了 還懷恨再世 然後她就來社交網 敲我了 我說 突然想起那個很悲觀 憤世嫉俗的女孩子 然後就約我出來 她說她有一些問題 要請教我 那我在看到的時候 真是全部幻念 因為已經變一個中年大媽了 然後身材已經非常長 她三個小孩 她不是說她不生小孩 她已經有三個小孩 那我就跟她聊妳什麼工作 全部都是她之前 全部都中了 她就說她五年前就診斷糖尿病 然後她經常失眠 焦慮便秘 然後那個也有 漸漸血壓也高 然後今年初還去開那個膽囊炎 然後最近是腎功能也不怎麼好 所以她知道我就問我 那當然我就跟她講說 妳就到那個我醫院 我去幫妳做一些治療 那除了開藥之外 我覺得她應該是那個整體 我覺得她非常負面的一個情緒 那我跟她講說去報名那個健身房 我開始叫她去運動 其實我後來發現 其實對一些那個情緒比較負面 去運動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她自從去了那個健身房運動之後 一年過去 其實她的藥物本來吃到九顆 就降到剩下三顆 然後整個那個心情 整個大開朗之後 很多奇怪怪的疾病都不見了 所以這邊當然跟大家講說 如果說你屬於那種焦慮緊張 不然會很壓抑負面情緒的 真的要去多運動 這個是非常正確的 不好意思 好險有遇到你 我補充一個 其實大家看我們名嘴這一行 可能以為說我們在台上面 像我跟舒欣很熟嘛 我們談笑風聲 其實彼此之間 他們 我現在要爆料了 曾經有一會兒 我就上了一個節目 然後我坐中間旁邊兩個名嘴 他們其實互相競爭 由來已久 我們都知道 可是他們非常壓抑 他們見面的時候 比方說像我們這樣一起錄影 還是會互相的這樣 談笑風聲 然後這個虛寒問人 但是那一回我在錄影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左邊這位名嘴 他就一直手都是這樣握著在講話 我就覺得氣氛不太對 然後右邊那位名嘴 只是講一講還會這樣 讓我喊一下 我想說你們到底在氣什麼 原來其實那陣子發生了一件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 結果後來終於那個一直說 我休息一下... 終於他忍不住我 他說等一下 我受不了了 我今天當了這個面 我一定要問清楚你 當初一起跑新聞的時候 你就什麼都要搶 什麼都要搶 現在 你為什麼連我另一半也搶 這個事情太大條了啦 那我也終於知道 為什麼他剛剛一直會壓著手指 因為他可能大概知道 他今天會去講出這一段 就這位名嘴呢 也衝出去 我想不會又要休趴了吧 對不對 我又要去拉了 這位名嘴衝出去 做了一件你疊破眼睛的事 因為他也壓抑很久了 他可能也覺得他對不起他 真的喔 後來這兩位 我還是要回到我們的醫學的角度 這位名嘴呢 他常常私底下也會跟我聯絡 他說 他現在有恐慌 他非常的恐慌 他就是對很多事情 因為比方說通告 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所以壓抑太久了導致他恐慌 而這位也是壓抑了很久 一直都沒有把那件心結說出來 結果是在節目上突然的大爆發 事實上在醫學上 也有很多研究顯示一些 比較憂鬱性格的人 得到癌症的機會好像比較高 當然這個方面其實還有很多的爭論 那有一個案例呢 大概是一個48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呢是因為胃痛來著我看診 那這個胃痛我問起來大概有一年多了 這個一般胃痛痛一個月 早就來大醫院做詳細的檢查了 每次都拖這麼久 然後她就也是很憂鬱地跟我說 她其實也是很辛苦 她的爸爸媽媽很早就體弱多病 所以她大學畢業以後 她一方面要工作 一方面要照顧她的爸爸媽媽 非常的辛苦 那她在兩三年前的時候 她就奇怪就常常有這種胸悶 就失眠啊 還有就是說那種很憂鬱的那種情緒 也許有時候容易激動 結果她就去看醫生 結果醫生就診斷她有 憂鬱症 所以她一開始就吃藥了 其實她也不是不想來看醫生 但她是想說 她如果來大醫院檢查發現有大的問題的話 那她爸爸媽媽怎麼辦 以後誰來照顧 結果真的很不幸 而且爛得很厲害 我已經吃到滿下面的地方 所以難怪她會痛 而且做電腦斷診已經有淋巴結轉移了 那實際上就是說這種 在醫學上來講 就是說這種比較憂鬱 或有壓力的人 她實際上要對抗這種壓力的時候 她可以讓我們很亢奮 精神很好對抗外來的人 可是她有一個缺點 她會抑制我們的免疫力 所以我們免疫細胞的功能就會受損 所以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我們都是在同樣這塊土地生活 為什麼你會失眠 像剛剛講說 個性壓抑 教練容易失眠 為什麼你就比較容易得癌症 其實跟她 你看美國現在已經 大家都很明確知道 只要超過四分 那將來癌症機率就比人家高 如果我們希望我們未來下一代 能夠健康好 我們現在就讓她能夠 常常可以放鬆的這個情緒 不要在家裡面製造這種創傷 我覺得很重要 對 對不對 像我們知道 這種個性壓抑 除了這種生病 可能會生病之外 其實也會影響疾病的進程 跟疾病的一個癒後 那我舉一個例子 之前就是有一個非常 抑鬱寡歡的一位中年婦女 那來我的門診 其實跟第一個 我們剛剛分享那種樂觀的個案 其實很類似 它也是一個大的肌瘤 來也就是貧血這樣子 那可是跟她解釋說 你的子宮裡面長一個肌瘤的時候 它馬上是那種 晴天霹靂一樣 雖然跟她講說 這只是子宮肌瘤 基本上都是良心的 對 但是她只聽到流這個字 她就一直盯在那個流這個字的部分 她覺得自己子宮生了病 那幫她開完刀之後的話 我們一般如果是做微創手術 可能開完刀兩三天 她已經可以走來走去 就準備回家了 那那個病人不是 開完刀之後 就開始抱著肚子 這樣子 大概兩三天都一直在那邊 皺著眉頭都不動 這個流這樣開了 將來還是可能會復發 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 她就是很沒有動力 到後來她的恢復還是很慢 那回家之後的話 好像又是聽說在家裡 又是不常走動 因為整個反正心情不好 她就是躺在那邊不動 到後來肚子 越來越痛的時候 從急診進來 那在急診幫她 掃一個X光一看 長沾黏 對 那長沾黏的話 就是沒辦法 還是必須再進去 再解沾黏一次 那就是跟她講說 有可能她當初 因為她躺著一直不動 那我們知道要多活動 其實術後多活動 腸子才能夠動得好 減少這樣子一個沾黏的狀況 那她因為一直很憂鬱 躺在那邊 所以整個育後看起來 就不是那麼好 對 我也碰過一些這種 個性比較退縮的 也容易產生一些心臟方面的問題 夏天真的好熱喔 就回家就有冷氣打開 然後對著電風扇狂吹這樣子 吹到講話 可是居然 網路上講說 吹電風扇傷害非常大 會造成過敏痠痛 中風 對 比如說第一個 他說你想想看 當你電風扇在吹的時候 包括周圍如果有花粉 如果有塵藍 有灰塵 有澱粉 都可能這樣子 隨著風吹到你的鼻孔之內 有道理 是不是提高過敏的比例 對 這為什麼會中風 這個更有道理了 他說你想想看 當你人 尤其是晚上在睡覺 有些人習慣 立風扇就對著頭疼 對啊 我滿喜歡 他說你想想看 當你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第一個你毛孔是張開的 因為你 然後你的血管是放鬆的 然後你的體溫是相對低的 這個時候你還用立風扇一直吹它 刺激它 這個時候你的血管 就會縮起來 對 所以現在開始覺得劇烈頭痛了 哪有多重 其實我們要告訴大家說 其實在家裡 如果你要讓你的家裡的溫度 比較適當的話 冷氣的空調 跟用一些電風扇 或是循環扇 是有它的必要性 對啊 它的必要性是說 造成一個室內循環的作用 那基本上其實電風扇對著人吹 會感覺久的時候會比較不好 但是沒有像你講的 那麼多可怕的地方 舉個例子 其實你家裡本來空氣 就不是很好 我們常說怎麼吹的話 還是平均的不太好 不過因為這樣子 就把你的塵藍 灰塵到你的鼻子 可是一般人有些人 他的過敏會對你 空氣的電話承認過敏 所以很多人在外面很熱的時候 去到便利商店 那個空氣變冷的時候 他鼻子就不舒服 所以當然有些 溫差會讓你鼻子不舒服 但不是因為你這樣吹這個電風扇 讓你的鼻子來 那再過來 其實基本上我們告訴大家 電風扇不要對著頭吹 用其實頭的地方 其實如果說你散熱更大的話 其實有些人真的頭起來會頭痛 尤其有些本身 有一些緊張性頭痛的病人 或一些血管性頭痛的病的話 他因為這個吹電風扇 會讓他的頭痛會有加重 那基本上 只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天風扇是現代人 必備的一個家庭的東西 造成一個循環的現象 而不是對著人一直吹 這樣會讓你的身體更健康 所以不是對人吹 是要放在房間的某個地方 對 造成一個循環 尤其像一個角落 跟著你的牆壁這樣吹 造成一個循環的效果 那這樣會讓你整個房間 就會覺得很舒爽 很通暢 空氣流通 對 那這個案例是大概四十歲的男性 那原則上他來看我的時候 他的主書就是說 其實詳細問他知道 他之前就有高血壓 但是他不願去面對 那所以這次來 就是真的很不舒服才來 這真的很高 一般來講 我們心臟都碰到這種 比較年輕 我們講四十歲還不算年紀很大 然後就血壓這麼高的 我們都會做一些 很多很多的檢查 去確認說他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導致血壓高 譬如說腎臟的問題 這個腎臟線等等 其他器官的問題 但檢查起來都還好 所以這個就比較特別 所以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生活上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然後因為如果你不是器官的問題 有時候是跟壓力 跟作息有關 這時候他才說 他其實大概五六年前 其實有跟朋友開 就是合資開一個店 那結果後來就是因為虧損 然後又這個 跟朋友有一點爭吵 所以後來到最後 演變到比較嚴重的 就是兩個會去法院 互告這樣子 對啊 所以人家說 最後你結論你是這個喔 更不好的就是說 他在這個事業上受到受挫 可是他沒有辦法 好好緩解他這個情緒 所以他回到家裡 開始跟太太也有一些爭執 搞到最後這一兩年 他太太也離開他了 所以他到這一兩年 開始去看身心科 拿一些抗憂鬱 抗焦慮的藥物 後來我幫他做一個 血管的檢查 發現他的確還是有一點 輕微的血管概化 那當然我想這個還是跟他的 壓力過高有關 因為大家雖然 我們常聽到三高跟抽菸 是很重要的血管的這個 危險因子 但其實不要忘了 壓力過大其實也是 所以我就跟他講 第一個你還是要 身心科醫師的藥 你還是要規則吃 但是你血壓還是要好好控制 我這邊會幫你控制 那你自己能控制的就是說 這個講是很簡單 就是你要調適你的心情 講可能比做得簡單 但是我還是盡量跟他講 就是放鬆 然後另外一個 像剛剛洪醫師有提到 做運動 其實我們有很多研究 都已經證實你做運動 對你這種比較壓抑的性格 或者壓力比較大的狀況 都有緩解的情形 所以後來這個先生 慢慢照這樣做 其實這幾次回診 我看他的狀況是有慢慢改善 其實我可以分享一個案例 其實他本身 就是一個大概五十幾歲的大姐 然後之前就是精密門幹 然後可以工作 那些本來處理得很好 個性也很好 跟人家就是與人為善 都OK 突然家屬來的時候 其實輾轉過來 半年前開始發現說 個性開始變得比較 不會去跟人家交往 有點社交退縮 然後他們就覺得 我們可能是情緒上面壓抑 還是怎麼樣 找心理科醫師吃了藥 吃了好像沒什麼用 然後當然他們 還是會找民俗的去猛行 去那裡看醫生 然後輾轉來到我這邊 其實我第一個反應 剛剛講就是自知症 可能對不對 可是五十幾歲太年輕了 那我還是把一些檢查把它做完 腦部掃描做完之後 我們發現 那個腫瘤其實就會 應該說直接影響到 它的個性開始有點變化 那個腫瘤其實那時候 算起來快 也沒有我拳頭那麼大的 大概五公分左右 上下頂上去 對 家族問我說 為什麼長那麼大 前面完全沒有症狀 真的 有些腫瘤真的小小小 你不會有症狀 你不會頭痛 也不會頭暈 也不會癲症 什麼都沒有 它就是表現什麼 就是以一個 個性突然之間的改變 類似好像以為是 失之症 結果是它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東西之後造成 看完到之後 後續就是說 個性上有比較好一些些 可是還沒有辦法 完全恢復到 原本那個狀態 對 我今天這一集聽下來 真的覺得自己都胃潰癢 你知道嗎 後續從久到大 其實常常聽到媽媽會講說 你夠性要改 要改這樣 可是真的發現原來 個性會決定疾病 而且其實不管樂觀 還是可能比較負面的人 都會遇到壓力 只是看用什麼樣的心態 來面對這壓力 但是今天有個很重要的 當然就是 我們個性如果能改的話 可以救自己 大概是最好 還有就是黃醫師說的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真的要好好照顧 請給她一個安全 溫暖 有愛的環境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小媽媽 我們今天要做生物都沒有 拜拜 3C現在真的是我們生活上 不可或缺的東西 可是有時候 你回到家看到另外一半 就是在那裡滑手機滑啊滑 或是打電腦打啊打 對著電腦看啊看 真的會很火耶 另外一半3C中毒怎麼辦 對 一般來講 我們碰到這樣的狀況 第一步就想要 罵他的豬隊友對不對 然後指責他說 你怎麼都活在你自己的世界啊 或是你怎麼事情都是我做啊 小孩都我顧啊 我們講這些話其實背後 並沒有真正傳達我們的需求 其實你在說你的時候 背後代表的是 你應該 我需要被你看見啊 我好孤單 我也很無聊啊 你可不可以看我一眼 當我在指責你不做家事的時候 其實是要跟他講的是 我被家事損耗得很累 對 那我們先把指責話拿掉 先表達我的需求 那藉此在溝通當中 你也可以忠於了解對方的需求 所以與其手指頭指著對方 不如讓對方看看我 用另外四隻手指頭指著我 可不可以看我一下 讓我的需求被你看見 看我一下 我也想玩3C 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